在上一个单元中 我们针对已知切线的斜律求切线方程式 以及过圆上的一点求切线方程式 两种类型的切线方程式进行讨论 接下来这个单元我们将针对通过圆外一点求切线方程式 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在坐标平面上 如果给定一元与一直线的方程式时 可以分别从代数与几何两种判定方式来判别圆与直线的关系呢? 在代数判定法方面,我们可以透过求连立方程式的解 转换成一元二次方程式后 利用判别式delta等于0 得知元C和直线相切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将以下面的例子为例来说明 试求过点P05且与元C x平方加y平方等于9相切之切线方程式 我们可以从题目得知 元C的半径为根号9等于3 因OP等于5大于3 因此可以得知点P在圆外 接下来,我们利用点斜式 y-y0等于m乘以括号x-x0 假设过点P与元相切的切线方程式为 y-5等于m乘以括号x-0 整理后可以得到y等于mx加5 将这个方程式带入元方程式 x平方加y平方等于9 可以得到x平方加括号mx加5的平方等于9 将它乘开之后 整理得到括号m平方加1 乘以x平方加10mx加16等于0 根据代数判定法 因此直线与元相切 因此上市的判别式为0 得到括号10m平方 减4乘以括号m平方加1乘以16等于0 整理后得到36m平方等于64 即m平方等于9分之16 可以解得m等于正负3分之4 所以可以得到切线方程式为 y等于3分之4x加5 即y等于负3分之4x加5 在几何判定法方面 我们则可以透过 当远倾到直线的距离 等于圆的半径时 得知圆与直线的关系为相切 接下来我们再以刚刚上面的例子为例 来说明 是求过点p05 且与元c x平方加y平方等于9 相切至切线方程式 乘上可以得知 圆的半径为3 解点p在圆外 以及假设过点p 与元相切的切线方程式为 mx-y加5等于0 根据几何判定法 由圆形O至切线距离 会等于半径 也就是 根号m平方加括号-1的平方 分之m乘以0-0加5的绝对值 等于3 整理后得到 3根号m平方加1等于5 再将两边平方得 9乘以括号m平方加1等于25 即m平方等于9分之16 接得m等于正负3分之4 顾得切线方程式为 y等于3分之4x加5 即y等于负3分之4x加5 接下来再让我们看一个例子 以支圆c x平方加y平方等于4 求通过圆外一点p26的切线方程式 设过p26且斜率为m的切线方程式 L为y-6等于m乘以括号x-2 将L一项可得mx-y加括号6-2m等于0 根据几何判定法 因为L是切线 所以圆形00到直线L的距离 代入距离公式 算出半径为2 将两边同时平方 可以得到m平方加1分之36 减24m加4m平方等于4 解得m等于3分之4 因此切线的方程式为y-6等于3分之4 乘以括号x-2 即4x-3y加10等于0 不知道同学是否有看出这个题目的问题呢? 从上述的观念可以得到 通过圆外一点 可向此圆做出两条切线 事实上这个观察是正确的 但是上面的例子为什么只有一条切线呢? 我们实际来画图试试看 从图形中我们可以发现 过圆外一点 的确可以向此圆做出两条切线 但是不知道同学是否有发现 这两条切线中 有一条切线是迁直线呢? 因为迁直线没有斜律 因此无法透过上述的方式求得 根据上面的图形 我们可以知道迁直线的切线方程式为 x等于2 因此 这一道题目的切线方程式为 x等于2 以及4x-3y加10等于0 最后 整理一下今天学到的知识 通过圆外一点 x0 y0 求切线方程式时 我们可以假设切线方程式为 y-y0等于m乘以花号 x-x0后 分别从代数与几何两种判定法 来求切线方程式 代数判定法 我们可以透过求连立方程式的解 转换成一圆二次方程式后 利用判别式求得切线斜律后 进而得到切线方程式 几何判定法 我们可以透过 当圆心到直线的距离 等于圆的半径 来求得切线的斜律后 进而得到切线方程式 由于半径为一百公尺的圆形堡垒 阿勇从正北方出城门之后 再往正北方走一百公尺 到达A处 试问 阿猪如果由城堡中心 往正东方走多少公尺后 会看到阿勇呢? 答案为 三分之两百跟号三公尺 这个单元 我们讨论过圆外一点 P、X0、Y0时 必有两条切线 但是当有切线为迁垂线 没有斜律时 这条迁垂线 是无法透过上述的方法求得 因此要另外再写出这条切线为 X等于X0 请同学要特别注意哦 我得到见 真的想听 把茅择放下来 还能给她 我们是想听 有经典牵 pew